中共机关刊物求是杂志属下的半月刊 红旗文稿刊登署名文章 文章指出呢 宪政的关键性制度元素和理念 只属于资本主义 而不属于社会主义制度 中国大陆学者对这种文革思维逻辑 一方面感到惊讶和好笑 另一方面呢 也对文章可能预示着中共高层 将收紧政治上的开放而感到担忧 文章的题目是 宪政与人民民主制度之比较研究 文章的作者是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晓青 文章一开头就表示 近来中国社会上和学界 有关宪政的呼声抬头 一些人还提出 在中国实行西方宪政的基本理念和基本主张 认为中国梦即宪政梦 甚至还有人论述了社会主义宪政的概念 但杨晓青认为 宪政不属于中国共产党推行的 社会主义人民民主制度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主任 乔木表示 杨晓青的思维和话语结构 完全是阶级斗争意识形态的产物 乔木说 就连中共高层领导人 历来表面上也是肯定宪法和宪政的 乔木说 在今天的中国 不管现实如何艰难 但是既然有这个宪法 人们还是希望一线治国 但是杨晓青的文章 公然推翻全世界的文明发展演进 压制人们对宪政的追求 他对于出现这样逆潮流而动的言论 觉得非常难以理解 最近突然发了好多莫名其妙的文章 让人匪夷所思 我不知道是一种偶然呢 还是说是新领导人上台以后 一种思想和言论方案的一种导向呢 如果说一般的网站 比如说乌有之乡 或者说一些个人的博客 推出这样的观点 不需要做太多的追求 但是从红旗文高 他这个背景来说 不能为了人警惕的 到底说准备怎么走 我有这种担心 在去年12月4号 纪念宪法公布30周年大会上 习近平表示 要恪守宪法原则 弘扬宪法精神 履行宪法使命 并且强调宪法的生命在于实施 乔木认为 习近平的这些讲话 体现的也是宪政思想 现在高层背景的刊物 发表杨小青的这篇文章 跟习近平的讲话互相矛盾 令人困惑和担忧 北京注册会计师杜延林表示 杨小青的文章 如果是出现在文革时期 倒是不奇怪 但是放在今天的时代 就令人感到好笑 我就很奇怪了 那中国的宪法是个什么东西呢 中国为什么要制定一部宪法呢 我就很奇怪 那么它列举的社会主义元素 到底是什么 那么这个社会主义元素 到底是导致了中国走向文明 还是回到文革那种状态 或者更干脆的说 所谓的人民民主专政 这个理论要再提的话 那我们就自然联想到北朝鲜 杜延林表示 随着柏林墙的倒塌 所谓社会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理论实践 已经被证明是一个失败的结果 那么这些元素 在现代这样一个文明的社会里 到底能带来什么 这篇文章如果是官方受益出笼的话 那恰恰就说明了那些 寄希望与中共高层领导人 新预约领导人进行改革 或者走一个温和改革路线的 这些知识分子 是对他们又是泼了一盆凉水 这种幻想可能是太天真了 因为在当共产党 从一个意识形态政党 蜕变成一个利益政党以后 它就更难以放弃自己的 地得利益和手中的权利 而去进行所有的改革 杜延林表示 杨小青的文章可能进一步验证了 今天共产党的意识形态 并没有太大的变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